然后喜欢学点东西啊 从大学开始 这几年 我每天的阅读量 不得一三万字 对销售挺感兴趣 对管理也挺感兴趣 毕业人生还很长嘛 我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就会去做 成功就是把自己喜欢的 试读到极致 梅鹏飞男21岁 河南人大三 山东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梅鹏飞 今年21岁 来自山东工商学院 中科创业学院 在学校学习工商管理专业 今年大三再读 然后我来菲尼莫首呢 是我单一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个梦想 然后我就一直开始 萌化这件事 所以我在学校 做过比较多的工作 我自己卖过袜子 也自己创业做过公司 然后公司没做好之后 我又为了还朋友的钱 我就自己去 七天两岁九天刷马桶呀 然后我上一份工作 是稳度考验 在我们学校的负责人 因为我在学校做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市场 销售或者管理类的工作 所以今天来到 菲尼莫首的舞台上 我也想找一份销售 或者市场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菲尼莫首 我们讲的 梅鹏飞 那个我点评一下 你的着装啊 我觉得你穿得非常得体 谢谢 然后干干净净的 白衬衣牛仔裤运动鞋 又像大学生 又严肃 尊重这个场合 我觉得非常好 你喜欢这一款 不是我喜欢这一款 你从来没有夸过 一个男生的着装有多好 滚然有什么话要说 我反对 强烈反对 牛仔裤实际上 是不是职业装 那我今天不完蛋 实在不好意思 徒劳你一上来我就想说 就是没好意思 这个格子衬衫 牛仔裤 这是互联网工程师标准打的 有的应聘者会说 因为这个企业是互联网公司 IT公司 或者说这个公司的CEO 还穿牛仔裤呢 不好意思 因为他是CEO 作为应聘者来讲 第一次跟企业见面 应该本着尊重的原则 应该着职业装 其实行业特性决定了招装 如果说是 假如说卖珠宝的 我相信 确实西装隔离可能会好一点 但如果是传媒属性 或时尚行业 可能你穿的偏土一点 可能是如果是IT行业 或者说 现在像我们这种校园代理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招装 其实这是一个对对方尊重 和一个仪式感的一个问题 你今天如果穿的西装格里来 我不会给你减分 不会所有人给你减分 但是你穿这个来 有一部分人给你减分 这个有关于着装的问题 经常在节目当中出现 不过分就可以了 当然能够尽善尽美 当然更好 好吧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梅鹏飞 梅鹏飞大三是吧 对我大三 大三就出来找工作了 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学校 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 不怎么上课的状态 那你挂科吗 我挂了很多 我自己的技术都挂多少了 你到现在挂了多少颗了 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拿毕业证呢 我觉得我来大学是学知识的 我只要知识能力够了 我叫你毕业证干什么 真的 这就是我的想法 那你干脆辍学啊 那也不 因为我家里这么多年 把我西新户供应上来 我觉得我还是要给父母 一个交代的 所以啊 所以说既然就冲着家里 给你的这份辛苦钱 咱们把这几颗都全部考过了 顺顺利利拿到一个毕业证 然后更多的去进行一些实践和学习 不两全其美吗 我不同意 我在法国读硕士就辍学了 我觉得应该选择对的选择 比尔盖茨也辍学了 杨志源也辍学了 马克扎克伯格也辍学了 所以没关系 你所说的都是些什么人 有多少人能够成为比尔盖茨呢 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乔布斯呢 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你呢 其实我只要说一句话 其实我只说一句话 你如果本科没读完 你能读到法国读书吗 就回答我 其实本科我是想辍学的 对 但是你恰恰读完了本科 其实我是高度认可 大学中尽量完成本科的 本科之后你想辍学辍学 完成基础教育 而且刚才那个论调 说是什么扎克伯格也辍学了 比尔盖茨也辍学了 我认为这句话确实害死很多人 我们在大学创业团队中 尤其我做校业代理 很多人就以这个口号为由 说我不念了我要辍学 极其荒唐 其实我不是一个不学习的人 现在我是一个学习很努力的人 只不过我学习的方式 跟学习的朋友不太一样 就是这样 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让我自己表达一下 我之所以后来 我本来一直强迫自己去上课 到后来我放弃上课 是因为我觉得 我如果强迫自己去上课 也许我是对我父亲 对我母亲负责的 但是那是我对我自己的 一种不负责 我不能让我大部分的时间 浪费到课堂上 做得太好了 因为是这样的 我之前去上课也是这样的 我去上课 我每次都不带书 不带笔 也不带本 我只带一个手机 因为我觉得 在课堂上 学习的最好的东西 就是手机 因为我觉得老师讲的 我吸收不到 我对我用的东西 我就通过 我关注了很多定义号 我自己去学 我自己想学的东西 我觉得收获非常大 到现在这么三年以来 我每天的阅读量 从来不低于三万字 但是我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有时候工作特别忙的话 早上六点钟忙到晚上十一点 那我肯定也没时间 没时间看了吧 既然你觉得 真的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可以做这样的去选择 那你索性就辍学 你干脆不要 这边也担着 那边也担着 你何必呢 你干脆做一个纯粹的人吧 对不对啊 你跟你妈妈说了吗 对 你跟她说了 你这个不上课吗 他们最开始是非常反对 但是后来支持我 你父母是干什么 我母亲就是没有工作 父亲呢 我父亲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那也就是说 家庭收入不怎么样 还行 但是足够养候我们家 我们家人过得非常好 你一个吗 还有我妹妹 你一个月生活费大概多少钱 最近半年的两千 甚至有时候多一点 两千五 一个月生活费两千 对 那你在学校 除了创业之外 有勤工俭学吗 我做过很多 一直在做 而且我现在 我最近好几个月 我都不滚家里要钱了 我一直花自己的钱 我听说你有个记账的习惯 对 这就是账本 记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每次 比如说这个2月19号晚上 我拿了家里 这是总共一千块钱 我就记上了 到我前两天看了一下 十三万八千一 就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从我18岁生日那天起 从18岁生日起 你就欠了家里的13万多 对 到目前为止 你创业了 你这个勤工俭学了 你给家里面分担的 最大的是什么 或者是给父母 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 我爸爸 我妈妈都以我为骄傲 以你什么为骄傲 以我争气 农村话就是争气 哪一点争气 上进 最近几年 我是我们村 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 而且从小 我就表现得非常听话 唯一考上大学的 你们村 对 但是你没怎么上课 其实我不是 我这个话不是嘲笑你 我觉得有点讽刺 就有点矛盾 大家全村都知道 出了个大学生 结果大学生在学校不上课 除了这点之外 还有什么是让父母 引以为傲的 说点实在的 比如说给家里增添了什么 前两天我爸爸过生日 我送了他一双皮鞋 虽然可能并不是很贵 但是我爸爸就会以这个为交 因为我不花多少钱 而且还送他礼物 这样吧 我觉得你确实是一个 在内心对自己要求挺高 也想法的人 但是作为一个善良的建议 你还是拿到本科毕业 虽然父母支持你创业 但是其实他内心 肯定还是希望 你能拿到这个毕业证 因为你毕竟是 全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 谢谢 好不好 来 今天应聘的是什么职位 销售或者市场类的 或者管理类的 或者是管理培训人 我都可以 咱们能具象一点 你最喜欢干什么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 销售 最低薪酬 底薪不低于多少 一块钱起派 尚不封顶 继续做市场 不要这样 不要这个 我们这里还来过 说我不要钱倒贴的 我们不喜欢这样 这个是假客气 假虚伪 你要真不给钱 我不相信你能干上十年半载 饿死你 所以说 客观的评断自己的 评价自己的能力 开出多少钱 价钱恰恰是你对自己的 能力判断 我觉得5000靠上 不包括5000 就是不低于5000 对 好 第一轮选择 水火流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来 听一下他们灭灯的理由 来 周琪 我说一下啊 鹏飞 首先如果我今天 是个投资人的话 看到你我应该非常地开心 因为你代表了现在所有90后创业的资质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员工 我很不敢用你 我很怕 因为你不是一个很在框架里的人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需要一个人在反复在跳跃 如果你是一个跳跃性格的人 在任何一个企业里面 都很难去待得比较久 那我们培养你 在你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 教会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 来 曲章 刚才我很耐的心的听了半天 我还是没有听出来 你现在把你的经历 到底放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样的才能 你说你在七天做过 这个校园推广经历 对 七天的七你写错了 然后呢 你说你的学历是高中 但上面又写的是大三 当我看的下面是 山东工商学院 所以我要猜 你现在是哪个学校 然后你说你上一工作 辞职的原因是 喜欢刘家勇 对 所以这个我又觉得比较奇怪 那就是说 我觉得你在 在你身上 我们要冒蛮大的风险 我们要去猜 猜更 我讲了半天 我没有知道 你的才能在哪里 所以这个风险 就让刘家勇同志 去来冒吧 谢谢 我问一下 为什么喜欢刘家勇 成为你离开 上一份工作的原因 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 可能因为跟他 在欧洲生活有关吧 就有一种 欧洲人身上的 那种绅士风度 用中国话来说 就是很儒雅 就是很风度的样子 我觉得这就是在 我接下来很长时间 我要学习的榜样 我应该向他学习 所以你今天来 就冲着他来的吗 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说刘家勇就是我大哥 我就这么跟我朋友说 所以你今天来 就冲着他来吗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的盛面 是最小的 因为 他的盛面反而是最小的 因为我对他的PVGO 其实并不是很感兴趣 就对他人感兴趣 对他的项目不感兴趣 是这样的原因 好复杂呀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一首词 浪淘沙 浪淘沙 立万天下 黄沙飞战场 我有血糖 铁钩银华有工房 今日白鹿在我手 哪个敢抢 我震惊其荡 草扣何方 落叶怎敌 秋疯狂 人生难得一毫放 死生何妨 好 这首词是我在高三的时候写的 来 接下来 继续 PPT吗 就这一页 你觉得PPT就是一页 对 就是这首词 你为什么不做PPT呢 我觉得 没必要 因为我觉得我艺术词技足够展示我的性格的一面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这是最可怕的一点 你因为大学里 你如果学不到知识 你觉得我要放弃大学 你认为我有我足够的梦想和情怀 我就不需要做PPT 这都是两个事情 你知道吗 已经了解了 我觉得PPT做得很好 他已经明确地告诉你 我要严明立万 你要需要了解什么的 但我们其实不仅仅希望 还希望知道你的能力 我给你一个建议 梅鸿飞 如果你今天做了PPT 或者做了充足的准备 再配上你一开始的豪气 即便有点固执 我还是欣赏的 但如果你没有做好什么充分的准备 然后就有一股豪气来感染对方 那只是廉价的豪气 这样老师交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在大学卖袜子的时候 我曾经有12个小时 一个月我只工作了12个小时 卖出1300双 我就帮七天冷藏酒店做校园推广 我用一个周的时间组建团队 然后用剩下三个周的时间 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帮他们注册了会员6000多个 我做稳度考验 就说这件事 就说这是怎么做到的 演团队怎么组的呢 当时就是我 因为我刚去大学 也不是什么人 我就问我的朋友 我说你们认不认识 宾州医学院的人 认不认识烟台大学的人 他们就跟我说 我认识一个烟台大学朋友 我就通过这个朋友的朋友 再找 我说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我就在很短的时间内 组建了这个团队 基本是传销式的营销 后来的话 我做稳度考验 我工作第一年 我们稳度考验 在我们学校的营业额翻了一番 从原来的15万 不到16万 到后来的 现在的30万 我打断了一下 我也是狂妄的人 你也是狂妄的人 但狂妄要有底线 你这个狂妄已经 不叫狂妄了 叫狂倦 你千千的刚才 一两个数据 我来一百 你觉得在中国 这个同类的年轻人当中 你觉得合格的吗 大量的用传销柱 微散的随便拉出来 我后面三万人 而且只有十八九岁 所以别得瑟 谢谢老师 我觉得如果那个词 是他写的呢 确实他还是值得得瑟瑟的 第二呢 我想问你12个小时 对 别 别 别 那首词哪个地方 值得得瑟瑟 你知道这过关了吗 对啊对 他平质 他知道什么要平质吗 其实我看着并不是很高 但是呢 在这种词里边 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非常的清晰了 而这里边呢 他讲了一句 我很欣赏的话 叫做 成功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 做到极致 理性而又不失狂野 我现在想看到 你理性的部分 在哪里 你能不能展示出来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12个小时 卖一千三百双袜子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能讲清楚 我想听这两件事 可以 当时我们宿舍男生比较好 只有两栋宿舍楼 我每天跑两层 我跑两层的时间 大概是四分钟 不到一个小时 我卖的袜子是 十块钱八双 我一个月只工作了 十二次 每次大概是一个小时 我两天去一次 我一个月的时间 十二次把两栋宿舍楼 扫了一遍 赚了两遍 你那个赚钱吗 一千双袜子 总销售收入是多少 我的袜子是 我的净价是 大概是十块钱十二双 大概就一块 不是 八毛多一双吧 毛利率 毛利率 毛利率这个我 它有30% 它12% 它卖8 那总销售收入是多少 总销售 我当时没统计过 因为我进了好几次货 八毛钱一双 这个不重要 全以一千三 大概是多少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你所有的商业 是不是符合商业的逻辑 一千块钱左右 你觉得这个数字很惊人是吗 没有很惊人 从这个上面 可以看出你的追求和格局 当你因为一千块钱销售收入 你觉得自己特别 什么的时候 你的格局和追求在哪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好 谢谢 他不知道 换应该换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人要换 是换在内在的爆发力 而不是语言的爆发力 他可能更多的 把嘴上的大话说多了 自己能力说少 那像彭飞这样的孩子 我特别希望的是 他先脚踏实地 把一些事情干好 干透 然后再往高了走 所以我送给他六个字 先站住 再站高 他的这个前面的介绍里面 其实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数字 其实有两个问题 我非常感兴趣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讲他从18岁开始记账 然后到现在一共花了13万 我算了一下 你今年是21岁 对 那相当于你每个月 大概要花3000块钱 这些钱是花在什么地方 你有没有做过统计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每天要看三万字 三万字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 是网络小说吗 还是新闻 还是鸡汤 对 你可以具体地说一下 好不好 先说13万块钱 每个月花3000 因为这3000块钱 是包括所有的费用 包括我买衣服 包括买电脑 我是从这儿记得 我今天我妈给了5000块钱 我就记5000 按道理讲 你每个月花不了那么多钱 对吧 就比如说我换手机 一台手机 手机一年换几个 一年可能就换一个吧 然后就比如说 我买了一台电脑 这一下子又花了很多 我问过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说 你这个钱就花得太少了 因为他们要算总账的话 可能都是5万家 还花在哪儿 跟朋友在一起吃饭 有花钱 对 我跟朋友一起吃饭的话 可能我就是觉得 我不愿意让他们出太多 因为 我就觉得我 AA嘛 我觉得各占一半 要么就是我服 要么就是AA 跟我的老压道 一帮兄弟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家的条件 稍微相对好一点 如果说我都不出这个钱的话 让他们出 当然问题是 那也不是你的钱 那也是爸妈的钱 你每天看三万次 看的是什么 有三分之一 大概是订阅号之 就是我关注经济 金融之类的 财经类的新闻 然后就是 另外就是我 每天读书 什么书 告诉我们听一下 我昨天刚读完 杜子健老师的 活醉男孩 我非常喜欢 你觉得里面最大的 对你教育最大的价值 哪一块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 就是当谭林决定 自己站起来 他不再活在 周治的笼罩下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男人 他的野性 他的自尊 他的那种志气 被激发出来了 野性 他不是以狂妄为表征的 他狂是在内心里面的 你站在台上 是虚章声势的 谭林有时候 有哪一块 在任何一个角色面前 他有虚章声势吗 他不说的 靠自己内在的力量 你的内在力量有什么 改一改 不要 接着杜老师的话说 做喜欢的工作 我在这直言不讳的说 你没有资格做你喜欢的工作 第二个 能说善变 我觉得就是太能说善变了 我感受不到 你在做这些事情中 特别扎实的积累和沉淀 然后 讲话又有的时候 讲的有点大有点过 卖了一千多双袜子 这件事情 十块钱八双 如果换成 八十块钱一双 估计一双都卖不出去 对 那这样的销售经验 又有何价值呢 你要在这里说 你最擅长的是做销售 一个优秀的销售 什么都卖得出去 就是有的时候 我这劲用猛了 反而伤到自己 对 我只想问一下 他的薪资要不要做调整 我接受三千 好吧 来 第二轮选择 去口流 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从黄庆宁开始 西莫那个 自动扎机的扎生扎门专业 我们的校园市场助理 东军 那通灵珠宝呢 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是我们乐朗葡萄酒的 渠道拓展工作 李浩阳 我们朋友印象 给你的是校园的 推广的专员 而且呢 可以给你一些 真的带着你一起成长的人 好 谢谢 灭两斩 流两斩 去吧 谢谢 谢谢 有请李浩阳 沈东军 谈前不上感情 不行 两斩加是低于了基本生活 收入 这个台不 这个台不 从来没出现这么低的工资的 大学没毕业啊 实习没有问题啊 这是非你莫属 有史以来五年最低的工资 其实工资不在乎的 我们公司的人 平均工资还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这两千 其实是对你的性格的一种挑战 如果你不能接受 我根本不会要你 如果你觉得这两千 对你来能接受 你去加上每个月的三千 五千六千 就是你能够加起来 是你的能力 是你的本事 我反对 那么我们老板不是医生 不是大夫 我们不是去挖 这个应聘者的缺陷 他的痛点 他的弱点 我们反而应该换一个词 叫成长点 所以我们去找的是人才 是和我们匹配的人才 我愿意培养的 能够去挖掘潜能的人才 带给他希望 我现在不是一般的老板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有一个九个月不签约的销售总监 最后我忍了他 用了他 培养了他 现在他出去 自己创业 拿了一千万人民币之后 又拿了六千万人民币 我想体现的是 一个人可以有巨大的缺点 但是呢 如果他的优点 也能够为这个企业所用 并且发挥所长 并且这个企业又能够帮助 这个人成长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企业 你的意思就是 要用能力驾驭性格 不能性格驾驭能力嘛 其实这不重要 我特别想帮帮这个 最喜欢我的这个彭飞啊 其实你是一个 特别典型的 梦想离现实特别远的一个人 那其实现在这两个岗位 摆在面前 其实一个人跟你讲梦想 一个人在跟你讲现实 以你的个性 你很有可能赌气 选择那梦想那个 但今天这个场合 我要告诉你 你要先选择一个 钱给你多的人 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你恰恰这个时候 你要格外地冷静 你现在是还没有 站住的资格 变谈站不站高 不同的老板啊 给你不同的建议 今天的面试极糟糕 如果我是你 我就选谢谢再见 准备好了再来 堂堂正正地拿到一份工作 这一去哪打磨是你自己的选择 堂堂正正地 凭自己的能力 拿自己的薪酬 好不好 来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朋友印象 通灵珠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朋友印象 去吧 自己还是太浮躁 跟着这位新老板 好好续练一下自己 然后让自己的心沉下来 磨练磨练 谢谢